8月8日,香港政治团体香港政研会在香港警察所部门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出11项民间诉求,希望发出正义的声音,表达对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的支持。 香港政研会主席邓德成表示,近一个半月以来,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在微信平台、脸书专页上给政研会留言,表达自己的诉求。 通过整理和筛选,此次公布其中最知可行性和重要性的11项,希望通过他们的力量,助力香港重回繁荣案例。 11项诉求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查泛民议员是否参与及协助暴乱,追讨游行集会申请人,有关活动导致公共设施损坏复修费用,要求警方加强执法,严厉打击一切暴力冲击违法行为等。 邓德成称,希望能反映社会的另一种声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香港不想再有见到这些行为了,我们不要暴力,我们不要违法,你有诉求,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也有诉求,我们很和平地去讲我们的诉求,讲诉求不需要诉出暴力的。 现在警察受了非常大的压力,不单只是执法上的压力,而且经常被人侮辱,他们都是执法,他们都是做好自己的职责,这个是他们的职责,这是他们的职责,如果他们持有他的职责的时候,还被人侮辱,是对他们非常不公平的。 而且警察是代表这种权威,警察是代表了执法,代表了法治,我们是信任法治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侮辱警察,因为侮辱警察就等于侮辱法治。 十一项诉求中,还包括制定禁止示威蒙面法和彻查外国反华组织资金在港流向。 邓德成称,禁止示威蒙面法并非香港首次提出西方国家已有立法先例。 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邓德成依旧示威者拥有大量物资提出质疑。 他称,在非法示威者多次活动中,看到他们拥有数量庞大的头盔、口罩等装备, 相信背后有外国势力推波助拦,希望政府彻查外国反华组织在香港的运作及自金在港的流向。 当天下午1时左右,近百位香港市民自发前往警察总部门前支持阵言会。 有市民在衣服上印上我爱香港等字眼,亦有市民自带国旗、曲旗及自制的标语前来。 他们手举同声同气称警察、支持临阵、支持警队等标语, 挥动国旗和曲旗,高呼口号,支持警方严正执法。 不少市民表示,在电视上看到警方受辱非常气愤, 希望能站出来支持警方,也希望世界尽快平息,让香港重回秩序安宁。 我今天过来是因为觉得那班暴徒不可以让他们代表我们全部香港人的。 其实我今天本来上班的,都专专用过吃饭时间过来, 因为我们在网络上面知道今天有这个餐厅的活动, 我们觉得很心痛,为什么今天会搞成这样呢? 因为就是有一班政棍或者一些黑传媒不断在那里煽动香港这个斗争, 而他们不断地想继续冲击我们的法治, 其实他们是想继续将香港推于一个末路, 那么我们小小的市民一定要站出来, 告诉国际听,告诉香港市民听, 我们是不希望见到乱,而且我们支持警方执法。 当然要来啦,香港人来的嘛, 香港近期发生了这么多暴乱,暴徒到处去打责场, 令到香港社会本来是繁荣安定的, 现在是民不聊生, 今天我们站出来就是要为香港警察打气, 希望他们能够严正执法,将暴徒要承之于法, 希望法官要做事,不要放走这暴徒, 香港的繁荣安定,是需要我们香港市民, 是去齐心合力支持警察, 这些暴徒要打倒警察, 他们就是想搞乱我们的香港, 令到我们一国两制失败, 作为香港市民, 我们见到这样的现象, 一定不可以给他们得逞的, 所以我今天要走出来。 参与集会的市民离开时, 集体对着警察总部内的警队, 高呼警察加油, 并纷纷竖起大拇指, 向警方表达支持和敬意。 邓德成表示, 后续将举行更多活动, 用合法、理性的方式推动诉求实现。